AZ疫苗开打至今有超过5000名医护施打 但是有一名护理师打完之后出现了心剂、蕁麻疹等急性过敏反应 外界就质疑护理师明明就有告知过敏史为什么还能施打 国内医师表示有过敏史的人施打AZ这一类腺病毒疫苗是否会引发过敏性休克 这部分在国外累积的资料较少 就算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及时给药救治即可 所以在美国也只是提醒要小心不会禁止施打 另外台湾施打不到一周出现发烧的比例高达三成 医师则解释这和辉瑞BNT或是莫德纳疫苗相比其实并不算太高 只不过这些数字可能还是让不少医护却步 未来一两周要冲高疫苗的施打量恐怕还是有难度 国内医护开打AZ疫苗却传出护理师打完后出现心剂、蕁麻疹等等急性过敏反应 而这名女护理师在施打前明明有主动告知过敏史 表示自己对部分食物和药物过敏 但经过医师评估后还是认为可以施打 这让外界质疑有过敏史的人真的可以接种AZ疫苗吗 线病毒疫苗这方面的资料累积的并没有那么多 即使美国今天他知道说有严重过敏的人是要小心 可是他也没有完全禁用 他只说你要非常小心 医师强调就算出现过敏性休克 只要适当给药救治即可 不需要净打疫苗 至于台湾目前有五千多人施打AZ疫苗 发烧比例占三成和国外比一比 一般施打mRNA疫苗像是辉瑞BNT或是莫德纳 发烧比例大约是五到六成 打腺病毒疫苗也就是这次的AZ疫苗 则是大约一到两成 所以国内虽然三成人有发烧症状 仍然比施打mRNA疫苗的比例还要低 不过医师也坦言这些数字恐怕还是会让不少医护的施打意愿再降低 本人要打的人会有些会不会会缩回去 就他们可能会宁可再等一阵子 在一两个礼拜之内疫苗要很快的可以接种了很大量的人 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困难的 医师也提醒如果下一批疫苗迟迟没到 也会干扰原先的施打计划 不论是医护还是冬奥选手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周星林新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